中間印授超級聯賽 第20週的錯事 進風主場是對著深水澳的 聯賽榜方面 今天都可以說是榜沒大戰 排在榜尾的進風 對著排在第九位的深水澳 在首回合的時間 進風曾經贏過深水澳 所以今場可以說深水澳的奉仇戰 一開始的時間 第一個進風就是深水澳的 右邊的進風球員陳浩 可惜這個球在數碼比打鬥的時候 有些是打球 搞到龐翔幾乎就出醜了 沒有賽都拿得回來的 今場的時間其實大部分 進風的攻勢都是幾乎威脅的 不像這個角球那樣 斬過來中間雖然有兩個球員 過了頭 但後處最慘就是沒有人再加一腳 如果有人走進來 這個機會就應該可以有波人可 在上半場的時間 三分四至六馬區都發現一些 比較經典的鏡頭 不像這個波 何思哲的右腳腳面一彈 不像這個波比較貼地 加上草場的波沒什麼力 又是過不了梁謙傑 在上半場你見到左邊的進攻揮 威脅力比較大 好像這個波鄭英雄又送過來 可惜接應的林樂妍 又是一拿左腳射的時候 那波就按正 加上那個波又是沒什麼力的情況之下 又是現在不能夠把波把握 在上半場來說 雖然進鋒是佔進優勢 但是都是減成0比0 在下半場方面 深水埗馬上就作出一些調動 夾了蘇沙 雖然好像感覺上 那個進攻力是加強了 但是都不能夠開到紀錄 好像這個波的左路順弓 那真是 尼高拉斯全地波都出來 顏卓斌走來接應的時間 這個波是稍微壓死了 又是沒什麼威脅 地波不行 試試高波 高波又斬過來 這個波又是過不了 龐徐騎是龐徐騎 這個波出形的時間很重 單隨把波打出來 始終深水埗前線 幾個球員都比較高大 所以多些高波衛進來 偶爾街亦都見到進風 這一個是教有威脅的球員 這個是李律權 推了左腳一射的波 這個波又是剛剛逐邊出界 最後雙方只是看成平 給你覺得一分 那